大家好 我们这个session是由我跟contended maintainer蔡薇一起分享一下 就是说contended的这个sandbox的API 然后以及怎么样去基于这个sandbox这套API 去构建一个容器的运行时这么一个分享 然后我是来自华为云的房超宝 下面的时间交给蔡薇同学 大家好我是蔡薇 我是来自的docloud 然后也是contended的maintener 我们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比如contended runtime based on sandbox API of contended 这个名字很长 然后里边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名字和概念 比如说contended runtime tendedbox API还有contended 那么我们现在一步一步地去把这个问题给抽象 一步一步地把这个问题给简化下去 然后我们就是先去抽象出来三个 三个词我们去分析它 分别是contended 还有sandbox 还有contended 然后contended的话它实际上有很多的一些不同场景下 有不同的一些概念 往小的里边说的话 它就是特指Linux系统下的这个中期 基于C group和Namespace下的那个中期技术 然后再往大里边说的话 它也可以去代表基于像类似于OCI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 包含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规范形成的一个 形成的一个这个资源隔离的一个环境 然后tendedbox同样是有相同的一些情况 它在不同场景下也有不同的概念 这个时候我们在我们这次的分享中 我们去把这个范围完全放在了contended D中 也就是说我们在contended D下 先去分析什么是contended 什么是sandbox 然后我们再去分析contended的runtime 以及sandbox的API 这个是contended D2.0的一个架构图 不知道有多少多少人上午去听了那个contended D2.0的那个 messence check 最上面的话 大家可以实际上已经可以去为2.0做一些简单的一些了解 或准备起来了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功能 新的一些功能啊 还有配置上的一些这个 配置上的一些remove之类的一些 一些情况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架构图 最上层的话就是contended D的一些生态 基于contended D的client来做的一些 一些这个使用client来做的一些这个项目 比如说 Kubernetes 然后或者说是Dock之类的一些 都会去使用contended D 使用client来访问到contended D 然后在contended D中呢 它在中间这三层 实际上就是contended D的整体架构 它分别包括了 最上一层的话 就是它所定义的一些 一些API 包括CRI的这个plugin 然后GIPC的一个service 然后另外也包含了它自身的一些这个service 还有其他的一些metrics的一些接口 然后中间这一层的话 就是它的核心的一层 包含了一些 其实主要就是 底下这一层是包含它的定义的一些这个service 然后还有一个服务使用的一些service 然后这一部分实际上是不包含这个GIPC这一部分的接口的 接口的一部分是在上层的这个API这一层来进行定义和开放的 然后下边的一层另外的话就是它的一个原数据的一些一个存储 就是容器的一个contended原数据啊 还有这个image的一个media data之类的一些数据的存储 也包含了一个GC的一些逻辑 然后最下层的话就是如何去把这个 一些这个像一些镜像的一些 一些镜像的一些这个文件去落盘啊 或者说是一些simile short simile short这些的一些实现 还有rentime的一些管理 再往下一层 再往下一层就是不再属于这个contended的一个 这一个应用类了 就是它是属于外部的一些一些这个类似于插件式的一些这个 一些程序 比如说contended的shim 有unc的实现 然后还有这个 wadam的一些实现 然后最底下这一层就是系统 我们这次的主题 回到我们这次的主题的话就是sandbox和container 然后我们如果是去分析这两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我们就只需要去看上面所红色标红的这几个 组件就OK了 问题一下子就会去被简单了非常多 我们不需要去考虑 我们这次我们就不需要去考虑和镜像相关的一些一些复杂的一些问题 我们只需要看上层的话就是containers的service 然后task service 还有用于sandbox的controller 然后还有meditat里边的containerssandboxes 然后还有底下运行具体运行这个容器 具体运行容器还有sandbox的runtime 既然组件 我们把刚才的问题再继续的去简化一下 我们就去分析container在container地中的 container就是容器在container地中的一个逻辑 就一个管理的一个逻辑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看这五个组件就可以了 分别是上面的service 然后meditat的一些管理 还有底下运行时的一些操作 我们来以运行一个容器为例 在container地中运行一个容器实际上会分为三个步骤 它分别是创建一个createcontainer 然后再create一个task 然后再去启动一个task 然后对于第一步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单纯的一个原数据的一个存储 一个container在container地中 在container地中一个container 或者说是你用client去创建出来一个container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你的image如何去运行的一个配置文件一样的东西 一个原数据 里面包含了你需要去设计 需要去设计的它容器所运行的一些命令 然后还有包含它的环境变量 它所挂载的一些这个mont的一些目录啊 之类的一些原数据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需要基于上面的container的一些原数据 去创建出真正在运行的容器 那么就是去创建出 对于container地中它就是一个task 这是我们第一步就去创建出来一个task 然后先是它是去 刚才所存储的原数据的地方 就是2.1这个地方 去取一下它刚才我们上刚才所创建的container 然后第二步的话 就是去拿着container和一些其他的用户 通过client传过来的一些其他信息去创建出来task 然后通过这个task manager去创建这个容器 然后去创建这个容器的任务task 然后在其中的话它会去通过shame的manager去创建出来 第一步去启动出来一个shame的进程 然后在shame进程中它会去在内部会去运行一个task service 然后再去通过这个task的manager里边 它会去调用这个task service去创建出来的task 然后这个地方对于runc来说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调用的runc的unit去初始化出来一个机程 但它还没有去运行 然后第三步的话就是我们去启动这个任务 然后一步一步去走到通过这个连接这个shame的task service 去启动到启动刚才所故事化的这个进程 这个时候你的容器就会真正的去跑起来 那么我们看一看我们所启动的这个容器 是在系统中是什么样子的呢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这一步这里边就会有 就会跑的一些一些容器的进程 然后但我们会发现 上面是content.d的server 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好多好多的shame 就是刚才每一个几乎可以 好多好多的shame大约就是约等于 一个shame可能会对应一个或多个的content 然后这时候就会为什么我们会需要一个 需要有一个shame shame存在呢 shame它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 非常非常多的作用 第一个首先的话它可以去解忧 content.d中的去和content.d产生一个结偶 也就是说content.d它自身上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些版本升级 或者说是一些重启啊 或者说是一些类似于故障隔离之类的一些情况 content.d在重启的时候并不会影响 shame所管理的这些容器的运行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它也可以去作为一个 它也可以去做管理这些容器进程 或者说是exact出来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进程 或紫进程的一些 避免它们出现一些类似于僵尸进程啊 或者说是孤额进程的一些情况 通过设置一下这个 然后另外就是去反向的去把一些事件给通知 通知回肯定的地中 然后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些作用 就是它去通过task service去解偶了 很多的这种运行式的一些实现 它比如说它可以去通过runc来运行一个容器 通过来运行一个runc的容器 运行一个wasam的容器 运行一个kata的容器都可以 只要它在它自己的shame中去实现了这个task的service 就OK了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shame它实际上不只是管理 或者说我们不会为一个容器去创建出来一个shame 不是一对一对应关系 而是说它是一对多的关系 这个时候shame就会去通过shame去关联出来 另外的一个概念 就是content的google的一个概念 这个实际上是一个逻辑性的一个概念 并没有说去严格的定义 在content中并不会去严格的定义 说是有一个组一样的东西 我们第一步的话先去看一看 先去看一下shame它的一个启动的逻辑 刚才看到就是task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去先创建出来一个shame 运行的shame的进程 它实际上并不是 它的运行的shame的进程 它内部并不会去跑一个task service的 它而是启动之后 它会去focal以下自身 然后它focal出来的这个进程 它里边会去起一个task service 然后task service 然后它里边会去暴露出来一个socket的一个地址 然后上面真正由content的地所启动的这个进程 它会去把这个地址返回给content的地中 然后content的地里边的task manager 它就会去通过这个地址 去连接到这个focal出来的进程里边的task service 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做的事情就是 我们不考虑这个focal的情况的话 它实际上就是去启动一个进程 然后这个进程会去通过某种方式去返回一个地址 这个地址就是task service的地址 然后这个时候 这里边它实际上可以有一些自己设计一些 增加一些任何的一些逻辑 就比如说以RenCVR的一个shame实现 它在被这个shame manager所启动之后 它会去匹配这个容器内的annotation 是否和这些group的label有匹配 它如果匹配之后呢 它会去检查一下这些匹配 如果说一个容器身上有一些这些kit 就会去通过这个后半的值去访问到具体 是否真正的去 这个sandbox ID所对应的shame 它所对应的socket地址是否是真正有效的 然后如果它是有效的 它会把它这个sandbox所对应的 或者说是组的shame所对应的地址返回给task中 它不会做任何的focus的一些操作 然后task manager它会去连接这个已有的task service 然后它再通过它来创建出来一个它自己的容器进程 然后这个实际上是局限在自己shame中的自己的实现 那么contentd它自身也加了一些sandbox 或者说是容器组的一些概念 然后就是在这个task manager中的这个shame manager中的 它会去通过去检查你所在上面创建的时候 传递过来的一些参数 你里边是否设置了这个sandbox的ID 如果你如果设置了这个ID 或者说是设置了一个地址的话 它会去检查一下你这个地址是否可用 然后它就会去连接你所设置的这个 所设置或所关联的这个task service的一个地址 然后就会去进行后续的一些创建的一些逻辑 一部分是在一部分是由这个shame自身来实现的 另外一部分是通过sandbox的一个参数 去通过外部来设置在 由shame manager自身来 自身来 肯定地自身来支持的 那么我们刚才说了这个container的这个group 然后container的group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 比较自然而然地就会想到 能够运行多个容器的是谁呢 肯定应该就是pod的 在一个pod中它实际上不会只运行一个 不会一般来说的话它是可以运行多个容器的 这个时候一个pod里边可能会有n个容器 然后在这个pod就会去 就会为所有的其他的一些容器创建出来一些统一的一些隔离环境 比如说网络环境 而这个在pod里边的container之上 就会出现出来一个sandbox 这个sandbox的概念实际上就是 Compentities为了去避免说 是我只能去使用doc 或者说只能去使用clander 它在中间加了一层cri的规范 cri规范的话它主要是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image的service 另外一部分是runtime的service 我们这一次只讲runtime这一部分 它在第一步的话会去初始化一下自己 跟自己pod相关的这个run一下这个pod的sandbox 然后第二步的话它会去拿着这个 已经创建好的sandbox去创建它自身的这一堆容器 这个时候就是通过cri来去访问contentd contentd上面有一层这个plugin 然后这里边也有两步操作 就是一个是sandbox的store 去把里边记录一下这个简单的一些原数据 然后再去第二步的话就去启动 通过这个sandbox的controller去启动 启动这个去创建 或者说去创建和初始化和启动创建自己的sandbox的环境 我们现在这个图片是以这个sandbox controller里边的podsandbox的controller 这个实现来去画的 就是它会最后去会去 它会去掉用这个 它会去一步一步地去创建出来 大家都所熟知的一个pods的container 这个pods的controller实际上就代表的是一个 可以说是代表的是一个sandbox 然后它也是被 它通过它来创建 就是它所关联的shame 就会去管理其他的sandbox下的一些容器 然后在cri这一层的话 通过去创建其他的 通过sandbox的id去创建其他的一些容器 然后一步一步地去走到这一步 就我们刚才所熟悉的 它也会去启动一下shame的start的进程 但是它不会说是去focus出来一个新的shame 也不会focus出来一个新的task service 而是说把它的地址返回去 它就会去连接已有的pose镜像 所对应的shame所对应的地址 然后去一步一步地去创建出来 这一堆它自己的一些容器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sandbox sandbox API所对应的sandbox sandbox和candardy中运行sandbox的一套规范 在cri我们依然以runtime run一个portsandbox为例 然后就是它第一步就是刚才所说的 去存储一下自己的一些原信息 然后在地中去抽象出来了一个sandbox store的一个service 然后它会把原数据去存到这个meta data的一个db里边去 然后第二步的话就会去启动自己的 创建和启动自己的sandbox的环境 然后上面这个逻辑呢就是原生的这个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 基于这个pose镜像 pose容器所创建出来的这个pode的sandbox 就是刚才所讲的这一步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呢 其实就是sandbox API所新增的 就是尤其是在1.0是测试的这个功能 然后在2.0是属于正式功能的shame的这个实现 这个实现实际上就是在contentdshame中 它不再只是去运行一个task service 它还加了一个sandbox service 这样的sandbox service它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实际上就是去处理这个 去处理这个sandbox的一些初始化的一些逻辑 就是它使用shame的这种control的方式的时候 它是启动容器 启动一个shame会直接去访问到它的这个service 由它自己来决定如何去实现 然后它也通过同样是通过这个接口来创建和启动 自身的这个sandbox的环境 除了这两个内置的实现以外的话 还提供了一个proxy plugin的一种形式 可以看这张 回到这个图里吧 就是刚才所说的 就是port sandbox 这一部分 sandbox的api sandbox的api刚才所讲的地方 就是除了port sandbox和shame这一部分的逻辑以外的话 刚才讲到shame这一部分的逻辑 实际上就是 shame这一部分的逻辑 就是去替代了这个pose镜像的一些初始化 而是将sandbox的具体的初始化的一些操作 交给了sandbox的service 它需要去实现一个sandbox control service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赋予它更多的一些能力 甚至说我甚至说可以选择 灵活性非常高 甚至说我可以选择不使用shame这种方式 这上面的话就是运行在shame中的sandbox service的一个一些接口定义 这个图比较小一些 然后大家可以后边通过这个链接去看一下 就PPT后边会放到这个官网中 然后前面的话就是sandbox controller 刚才讲的这一部分逻辑 就是一个是一个完整的对比图 就是相当于是pode-thandbox和shame的一个对比图 刚才也讲了一下 在这个方案中的话 pose镜像不再是必须的了 刚才所说的pose镜像不是必须的了 但是我们里边还跑了很多的这个 很多的这个candidate shame 如果说如果一个环境中的话 如果有成千上万的pode 那么就会有成千上万的这个shame存在 然后当然shame它有 刚才也说到了shame它有非常多的一些作用 shame它也有自己在 但是这些作用实际上 如果加了一些其他的一些限定词的话 可能我们有时候可能并不是一定是需要shame 那么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就是 我们是否一定需要shame这个组件呢 我们来交给华为云的冯沙宝 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社区现在基于当前 这个可能的第2.0 它这个sandbox的api 我们怎么样去构建一个 就是一些一些容器的运行室 包括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说 除了就是最初的这个run seed的这套实现以外 其实现在也出现了很多各种基于这种 不同的这个隔离的技术来做一个sandbox的一个实现 那么首先其实我这个其实也是我们 在这个当时在社区的立会人讨论的时候 讲过的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说 要去构建这样一套sandbox框架的话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首先是要把这个sandbox的一个定义 做一个更清晰的一个定义 或者说一个更抽象的一个定义 因为只有一个抽象的一个定义的话 我们可能才在下面在这个不同的实现 才会有更多的一个灵活性 那我们我觉得我们这个sandbox的一个定义 其实就是一个隔离的环境去运行这个task 或者说在这个containerD的这种语境下面 它其实就是在运行container 那下面就是一些对于它这样一个定义的一些补充吧 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认为它对于这个肯定D来说 这个sandbox应该是一个黑盒 就是说肯定D它不应该去关心这个sandbox里面 它是不是有SIM进程 或者说要怎么样去实现 这样就给这个实现者有更大的一个灵活性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sandbox自己可以去 暴露一套这个task API给肯定D去调用 那至于这个task API它到底是需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接入进来 这个其实是可以有更更灵活的一些一些接入方式 比如说它现在可能只支持这个unist domain socket 那其实它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提交到canend 2.0 它已经支持比如说vsock 甚至可能后面还会还可以去比如说去支持TCP这样的一些连接的方式 那第三个就是说一个sandbox其实它的一个形式呢 我们其实也不需要有说固定 比如说它一定是一个什么进程 或者说是一个运行在肯定D下面的一个什么进程 或者说它需要一个进程的一个组合 它其实可以比如说我就一个像这种虚拟化的组件 它可能一个cumult进程它其实就是一个sandbox 那对于这种webassembly来说 它可能更强调这个性能的话 它可能我们甚至说我就在一个进程内 我就去就认为它就是一个sandbox 然后呢它这个sandbox 因为就是说它自己它是一套这个内聚在 一个很内聚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说需要去对它做一个管理的话 它需要一个外部的一个组件去做管理 这套就是刚才蔡卫同学讲到的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sandbox的这个controller这套API 那sandbox controller呢 它可以实现在肯定D里面 但是因为肯定D它的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扩展性 它也可以去作为一个proxy plugin 然后到外面去用独立的进程去实现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quiza这个项目 就是说就是我们是面向这个sandbox去重新去构建 这套这个容器运行室的一个框架 然后呢它是用Rust去写的这么一套框架 然后呢并且在这个框架之上呢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了一些不同的这个隔离技术去做的这个sandbox 比如说micro-vm就是比如说这种虚机 然后比如说这个app kernel 我们现在集成了一个叫quag 就类似geoizer的这么一个用Rust写的一个app kernel的一个运行室 然后包括还有这个web assembly 包括进入了一些用wasm time 或者说这个wasm edge这样一些web assembly的run time 然后呢也基于这个框架 我们去重新实现runc 可能等一下也会也会去介绍 去看就是说对于一些当前的这个runc容器的一些改进 然后就是这个是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quiza这个项目跟kennedy的一个关系 实际上就是quiza是运行在kennedy下面的一个 一个low level的一个运行室 然后呢它是基于这个 其实就是基于这个proxy plug-in 刚才说的sandbox controller这套plugin的这个机制 然后呢可以实现就是多个这个运行室 同时跑在这个节点上 通过配置kennedy 然后最终可以接入到这个k8s 那我们就是quiza 我们本身呢跟kennedy呢 因为基于这套sandbox controller这套api 去构建这套运行室 实际上可能我们也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所以可能中间在实现过程中 我们遇到了很多比如说api本身的问题 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架构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也是积极地去 在kennedy社区提了很多 这个pr 包括说我们对原来可能地 对于这个一些 原来一些组件的一些 就是偶合 我们做了一些结偶 包括就是 还有就是刚才讲到 就是说这个对于task api调用 我们增加了这种vsog连接 然后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一个 比如说这个 不好意思 比如这个 这个streaming api的这个io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 当前kennedy呢 他要去支持io的话 其实都是基于这个namely pipe 然后他要把这个namely pipe 扔给这个sims进程 然后让他去把这个容器的这个标准输入 标准输出 接入到这个namely pipe里面 那这其实就是有一个限制 就是说 那这个sandworks 那他只能运行在 可能只能运行在这个 跟这个kennedy 他需要运行在相同的主机上 至少是 那可能甚至还可能需要在一个 name space下面 这个model name space下面 那有了这种 就是说我们增加一种这种 streaming api 这个也是kennedy 他的一套 这个定义出来一套 api 他就说 有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让这个sandbox 去创建一个stream 然后呢 让kennedy呢 去接这个stream 作为这个容器的这个 AI的一个转发的一个通道 然后这个是 这个就是说 也是修复了一些问题 就比如说sandbox controller 他在这个 如果是他一个proxy plugin的话 他可能会重启 那这重启 本身的那个 kennedy 他这个sandbox controller api 里面会有微的接口 那如果重启的话 就会导致这个sandbox 重启的问题 所以这个也是做了一个修复 然后另外还有几个 在2.0里面 还没有合入进来的 就是说 我们想 就是说 其实当前刚才 这个蔡薇讲到的 这个地方也是说 就是因为他现在sandbox逻辑 他其实是混在 这个sim的这个逻辑里面的 那我们也是提交了pr 就是想把这个东西 给完全结合出来 然后就是说 其实sandbox本身提供了 这个task api的 这个调用的通道 那直接通过这个sandbox的 这个metadata 就可以拿到这个地址 就去连接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就是说 对于task 就是说对容器的 这个生命周期的管理过程中 他可能需要对sandbox 做一些更新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 现在已经合入到 这个2.0的一个api 就是有一个update的 一个接口 那下面就是我 就介绍一下我们这个 基于我们这套框架 去实现不同的运行时的 一些细节吧 首先就说 就micro VM这种实现方式 我们叫quizal VM 然后呢 当前已经支持像 Cloud Hypervisor Cumul 还有这个华为 OpenHopla做的 这个Stradward 这样一些虚拟化的一些组件 然后它 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架构下面呢 就是说 一个虚拟机呢 它就是一个sandbox 它就是比如说一个 Cumul进程 或者一个Cloud Hypervisor进程 它就是一个sandbox 然后呢 这个task service呢 是运行在这个虚机里面的 它通过这个vsock 去让contentor dg掉到 比如说里面 真正要去起容器的时候 它其实还是会调到runc去 在这个虚机的这个隔离技术上 在做这个port里面的 这个容器的隔离 然后就是它这个 一号进程呢 就是这个task service 然后呢 这个io呢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 streaming这个api 就连接进来 因为其实不同的这个虚拟化呢 它对于比如说 NameMalPype它这种实现 其实像Cumul 它可能可以热插到这个虚机里面来 但是有一些这个虚拟化的组件 它可能其实都不能做 所以我们这套streaming API 就可以很 就用另外一种通道的方式 去实现这个io的一个转法 然后在这种场景下面 我们看到其实是没有这个 一个sim进程的 然后这个是这个 一个app kernel的一个实现 就是一个叫quag的一个运行室 它是基于这个 这类似于一个gyz 但是是用rust的去重新写的 它实际上就是说是把这个 像这种app kernel 像gyz的这种实现 其实就是说 相当于定制了这个 guess kernel跟这个hypervisor 把它两个结合起来 然后因为我们可以认为 它其实就是一个叫 半虚拟化的一个kernel 或者半虚拟化的OS 就是kernel呢 它是完全知道 就是说我是运行在hypervisor里面 所以它很多东西 它都是直接这个 交给hypervisor 再交到外面来做的 然后在这种 就是这么做呢 其实就是说它对于这个memory的opad 或者说它这个启动速度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就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因为原来比如说 如果说让你做一个完整的虚拟的话 你那个 一个完整的linic kernel 启动时间至少也有几百毫秒 对吧 但这种情况下 它就 基本上就没有 没有那么高的那个启动实验 然后另外就是说 它的这个memory呢 也 原来你一个 一个 我们做 比如说一个完整的虚拟 你怎么样 它都至少得要一个 没有上百兆 我们最做最好的时候 可能也做到七八十兆的一个 也只能做到七八十兆的一个 一个内存的一个overhead 但是在这种 quag这种场景下面 它可能只要 10兆以下的一个overhead 然后它这个地方 我们是在这个 亏扎这种场景下面 也是把这个task呢 直接运行到这个quagvisor里面 然后呢 就让它这个task API 直接调软进来 然后这种情况下 也是把这个sim进程给去掉 然后这个是这个 实现这个webassembly 对于这个warsom time 这种runtime来说呢 它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直接在这个进程里面 我对于起每个容器呢 我都是起一个 这样一个warsom的runtime 然后在里面去 跑这个webassembly的一个进程 这样就是说 其实对这种 它就是说 我们要把这个webassembly的 这种实现 怎么样去揭露到这个容器的 这样一个生态里面来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式吧 就是说 它可能更重要的是 强调它的这个 一个启动实验 还有它的一个 一些性能的一些要求 所以说 我们就让它在 相同的一个进程里面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同样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有一个 SIM进程的一个开销 然后这个是我们 对于这个runc 原来runc那套 运行时的一个改造 首先是我们知道 就是runc原来 它对于一个sandbox 它需要去起一个pulse进程 刚才蔡维也讲到这个事情 然后 那这个pulse进程 它其实只是提供了一个 公共namespace的一个作用 但是为了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需要做这个pulse进程 pulse这个镜像的一个管理 然后 其实它增加了很多 为了做这个事情 其实增加了很多负担 但是对于我们这边 那个一个runcd时间来说 我们是这么做 就是说 首先在这个sandboxer 这个进程起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让它去fog一个 刚起来的时候 我们让它fog一个sandbox parent 这么一个进程 它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去fog一些pulse的进程 这个进程 当然就在我们这种场景下 它就不需要再说 又搞这个镜像了 然后呢 通过它去按shell一些 这个namespace出来 那对于其实 对于这种 只有这种shell process namespace情况下 这个进程 它需要这种常驻的在这里 那如果说 其他的一些namespace 它其实让我们可以去mount出来 然后 那这个进程其实是可以销毁掉的 就是不需要有这个进程 那即使是在这个 share process namespace情况下面呢 它这个overhead也会小于100k 因为它这里面其实也没有做任何的内存分配 这类的事情 然后是这个 这个task service 它也是由这个sandboxer fog出来的一个进程 然后呢 所有continuald的 对于这个 就是比如说task创建 会走到这里面 但是它这里面 对continuald 它是暴露了一个 就是每个进程 它自己起来的时候 它暴露了一个 一个随机的UDS的一个路径 然后呢 就是说 它去管理 它自己创建的这些continuald 那对于这种 就是说如果说 如果说是那个 runc 这个sandboxer 它重启的话 它其实可以再fog出一个新的进程 那它的这个生命周期呢 其实就跟 它管理的这些容器的生命周期 是一起的 就是如果说 这个东西不发生重启的话 那它可能整个节点的这个continuald 都是可以由它去管理的 那这而且我们也可以去保证 就是说 sandboxer本身是可以去发生重启的 这个就是讲一下 我们怎么样去使用这个 我们的这个quizart 在这个continuald 这种场景下面 我们就说 去配置 刚才就是看到这个 容器运行时的一个配置 那这配置如果说 要用到quizart的这个虚击的这种 这种方式的话 就是配一个这种proxy 当然我们是要把这个 把这个进程拉起来 然后去listen一个socket 然后呢 对quizart来说 我们也是做成了一个 systemity service可以去用 然后 然后这个IO呢 我们有这个continuald 这个run time page里面 有个IO type 也可以去配置成streaming 这样一来呢 就是说 就可以用这个虚击的这个方式去启容器了 然后另外就比如说 如果是要为配置多个的话 其实这里也可以加个 比如说webassembly这种运行时 然后再通过这个k8的run time class 接到这个kubernetes里面 下面就是几个这个use case 就是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在华为云已经 就是正在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们想 做一个更加轻量的一个 安全容器的一个运行时 基于这个cloud hypervisor做 cloud hypervisor的那个vm template呢 它可以去基于这个memory map 跟copy on write的去 更加去节省内存 然后呢通过这个 对guest kernel做一些改造以后 它这个内存的共享呢 可以做得更高 然后呢 我们去掉了这个acpi 然后呢去实现更好的 一个热插的一个效率 然后包括就是hostOS 也会就是基于我们的 华为内部会做一些 这个改造 比如说这个cgroup的创建 然后呢这么一个 在这么一个场景下面 就是说它虚机的 原来刚才我们说 我们最多可能做到这个虚机 它的这个overhead 可以做到比如说七八十兆 但是在这种场景下面 它的这个overhead 其实可以降到二十兆以下 然后呢 这个启动的实验 其实一般情况下 安全容器它启动实验 可能至少是亚秒吧 就可能在秒级这种场景上面 秒级这种这种 这种数量级下面的 然后呢在这个 这个forge这种场景上面 可以做到二十毫秒以下 然后是这个是一个 当然是 现在目前是一个设想 就是说 因为我们 对于这个sandbox 做得更加的抽象 那么我们想是怎么样 跟这个一些共有云的平台 可以做一个更好的一个 一个一个集成 就是说 因为可能 因为一般情况下 比如说 对于一个集群的 这个整个 整个这个云的资源的话 一个数据中心的资源 它可能会有一套 这个基础设施的一套 一套框架 然后如果 原来可能跟容器的这套 如果想 你想直接 比如说 步到biometal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冲突 那么在 在我们这种 这个这样一个 一个设想下面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 去构建这样一个 Cloud VM的一个sandbox 然后它可以直接去调 这个 ICE的一些API 然后去启动一个虚击 然后呢 通过这个远程的TCP端口 去暴露给Keynand 它的这个 Task的这个调用 这样一来 就是说 让它去起这个 也是 其实也是一个 可以认为 它其实也是一个安全容器 然后呢 但是它的这个虚击的分发呢 已经不再是 它自己去管理了 而是直接通过 这个ICE去管理 这样 这个资源的 这套管理呢 还是统一的一套框架 而且这个也是 更加的 这个serverless化的 一个实现 然后第三个 这个其实是 上午的 这个Keynode的 一个介绍 就是讲到 就是说 我们可以在 WordsMatch里面 去跑 这个大圆的 这个推理 然后呢 然后它这个是 因为我们已经 集成了这个WordsMatch 然后它可以去 架载一个 大圆的这个模型 然后呢 在里面 就是一个 WebAssembly的一个程序 然后去 跑推理 然后这个 这个好处就是说 首先它这个 部署更快 然后它对于 这个平台的 这个 也更 那个 更不合和平 平台了吧 就是说 包括OS啊 或者说它这个硬件 然后第三个就是说 它对于这个 Python的这个 Dependency 也没有了 最后就是说 是这个 一些这个 链接 就是说 如果说大家 有兴趣的话 可以就是 非常欢迎大家 就是在参与到 就是 不管是 Cellandy 不管是这个 Sandbox的这些 因为当前 它还是没有 完全的去 Stable下来 所以 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参与到 它这些 一些讨论里面 包括Quisa的一些 一些新的想法 或者说 如果要有一些尝试的话 也可以 去访问 这样一些链接 我们所有的分享 就是这些 大家看看 有没有什么 问题吗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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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